接著來看到最新消息 前桃園市長海基惠董事長 鄭文燦涉嫌貪污罪 昨天清晨的時候 就被桃園地檢署給帶走調查 經過一整天的偵訊之後 今天凌晨遭到檢方伸壓 預計在11點就會來開伸壓庭 根據了解是跟土地開發案有關係 有任何最新消息 我們將隨時為您掌握 一項又一項連署書從卡車搬下來 公民團體罷免基隆市長謝國良 近兩個月 5號正式將4萬3千份連署書 送交基隆市選委會 我們手上還是有幾千份的分數 可以去做底部 不過藍營質疑4萬3千份當中 有許多假連署 罷免是否成案 還得等市選委會查队評斷 已規定市選委會收件後 應該在40天內完成查队連署人名冊 但中選會發公文 要求提前30天內完成審查 這是否讓市選委會覺得被施壓 確實這個天數對基隆市選委會造成 許多的壓力 中選會強調依法查队無差別待遇 而看看若罷免成案 第三階段投票 按照2022年基隆市長選舉人數 推估罷免門檻 同一票要達原選舉人數 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76,979票 但確切數字還得等中選會公佈 無論罷免團體或是民進黨如何進行政治操作 相信基隆人最關心基隆的發展 不只是否質疑罷免成政治操作 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林涛 連日指控罷免行動發起人林英英的母親 與民進黨紀錄市議長童子偉關係友好 不但PO出林茵茵家人照片 更秀出去年童子偉幫林茵茵母親親生影片 有非常非常緊密的關係 你根本沒有辦法擺脫民進黨 介入這次霸梁的影子 等於是在你那些國民黨的那些網址 就是要去露搜我的母親嗎 霸梁行動不但藍綠護槓 扯到隱私藍營和霸梁團體間的戰火 越少越旺 TVB的新聞高梁 葉豐瑋 陳月婷接種從什麼的 巴西立委不如一個黨團主任 可憐啊 朝野上演肉搏戰 站到一半綠營發現一旁開直播的 民眾黨團主任陳志涵 立刻大嗆民眾黨巴西沒來 卻是主任來 抓尾呢都不開會 然後跑到這邊來了 戶況是薪水少偷 綠營平雖然民眾黨還偷火龍果 前黨員吳靜穎更發文怒嗆 陳志涵跑到立法院委員會嗆聲 大開直播不就如同為求聲量去裸奔嗎 還嗆柯文哲整天想要教育小草和年輕人 先教好自己身邊的女人 但黨主席可是力挺到底 我一開始就埋伏了一個人 陳志涵 我就把陳志涵當作想說 把調去當黨團主任 那能夠 那等於是一個卑微的立委 所以將來他會扮演 我也給他時間磨練 所以他跟黃國昌一直在磨合 所以將來我們會變成黨團主任會比較強的智慧力 當初陳志涵的確排在部分區第十九位 黨主席要他發揮更強指婚禮 只是有沒有違反議事規定 看看立法院規範是禁止立委助理進入到議場 在議場內如果助理要進去協助委員質詢 必須先填單申請 但委員會內並沒有這項規定 但還是遭論圍剿 怒批沒道理 民眾黨的助理更是直接在委員會開直播跟民進黨立委對嗆 簡直就是起吃瓜廟公 因為當時整個會場已經被民進黨給癱瘓了 所以我在裡面開了直播來轉播現場的狀況 所以我在這邊執行我一個助理的工作 我並沒有妨礙到任何人 但是民進黨的立委已經妨礙到議事的運作 而這些立委並沒有履行他們應該對人民履行的承諾跟權力 朝野大戰排升選拔法 修正草案 綠營對民眾黨炮火 全集中在黨團主任陳志涵 第一位選手 我讓佩佩台唱報導 五號中午十二點多 民進黨立委陳廷飛 首爆文件神色凝重的走進大樓裡 前立委高志鵬也出席 因為其所屬的派系政國會 為了陳廷飛擅自登記黨職改選 要開會討論是否除名 決議就是把他除名 救議很好 救議快樂 這場會議討論近兩小時 主導政國會的外交部長林佳龍 及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因身份敏感請假魏先生 至於陳廷飛在陳述完意見後 隨即離去 因為有意走 逐台南市長的陳廷飛 為確保一定有初選 堅持要參選中常委 那一直要希望就是說 一定要先給他當中常委這種承諾 就像中國說叫我們 一定要是屬於他的一國 再來談這樣 我們不能接受 中常委跟台南市長的爭取是不等同 但他一直決議這樣 我們也就是他心想事成 如果因為我堅持選中常委 而必須把我切割的話 那我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還是堅持我要選中常委 我也願意回歸這都沒有問題 第二席原本就沒有決定 確定除名後陳廷飛第一時間 臉書發聲 直言堅持參選也是希望能夠多參與黨務工作 協助賴主席推動國家發展的未來大忌 不知曾經何時這兩樣變成衝突 而政國會的堅持除名 也傳出跟賴主席的意思有關 強調兩者無關聯 只不過這回被除名的 還有自行登記的台北市議員陳怡君 及台中市議員何文海 政國會大到一揮 只怕也砍斷了原有兩席中常委的能量 其實是新聞李國賢協柔台報道 本島就已經缺料了 它缺工更嚴重 專長過去那個費用是多高啊 那誰標這個案子 沒有人標嘛 感嘆中央政策對離島不公平 國民黨立委陳雪珍提案修正離島建設條例 讓大陸基劇可以進入離島地區 怎麼會引清兵入關的不可能的事情 中央可以嚴格把關嘛 希望開放大陸招標協助建設離島 陳雪珍要修改的是離島建設條例第七條 增定離島地區重大投資計畫 可開放大陸廠商採購 引進技術人力與基劇 陸委會就市井有被滲透的疑慮 這個會對於包括機場 港口大橋的重大工作工程的施作 發生實質的影響 同時也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希望委員能夠很審慎的去 面對這樣的這個法案 沒有共識那就交付表決 原定5號上午院會表決大膽就要上野 國民黨團計畫突然改變 進行黨團協商現在休息 協商之後確定此案退回程序委員會 全民眾黨團的巴西立委表態反對 開放中國的資本或者是工人 直接過來台灣民眾黨黨團不會支持 反對開放入資 畢竟黃國昌前一天才爆料 國軍洪柴林營區裡使用的是 大陸品牌華為的路由器 接著通訊設備的路由器 Router 接著路由器控制用的工業用電腦 全部都是中國製的 而準備局也證實在營區裡 查獲兩台華為路由器 及一台大陸生產的資料讀取器 建議規定對廠商進行懲罰 只是即便國軍步步為營 卻時不時出現違規案例 TV別人追蹤局 希望蕭陽PF 台北等 政府兩岸關係的立場一貫 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 重申兩岸關係立場一貫 似乎就在反駁賴總統的就職演說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總統邱錘正說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 你覺得有不一樣嗎 當時被解讀是新兩國論 就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也跟喊 兩岸實質就是兩個國家 行政院長卓榮泰也踩穩立場 中華民國就歷史來看 他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隸屬 互不隸屬 這就是歷史現狀 只是秋錘正四號 巧妙避開賴總統被質疑 兩國互不隸屬的用語 論調拉回兩岸就讓在野批評 難道是賴政府在玩兩面手法 這樣其實是打梁文傑一個很大的耳光 秋錘正他身為主官 是要比較務實地面對未來兩岸之間的困境跟交流 你如果初一十五不一樣 造成了非常多的問題 又沒有辦法好好的解決 在那個意識形態的名詞上 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韓話賴清德講清楚 直陸委會急踩煞車 或許也是因為四號中午 澎湖急魚船盛源浮八號 在公海上捕小管 被嚮到被大陸海警船驅離 甚至有人透過通訊設備 聽到陸方出言恐嚇 台灣的海警船你們不要命了嗎 還敢過來啊 我是聽到我朋友這樣講 大陸海警船動作頻頻 讓漁民越來越擔心對陸論述 是兩國還是兩岸 恐怕最直接影響的 就是百姓生命財產 TV生日 我若良佩美台的槍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